大冰箱又出來了 北京時間2023年7月31號啦 你看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隨著暴雨來襲大華北地區啊 北京、天津、河北還有盛上的雄安京區那是一個慘字啊 連號稱600年不淹水過的紫禁城這次也淹了 而盛上終於在今天早上發表了通告 表示要全力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這個是笑話 大概從7月28號開始 中國各地什麼四川啊 福建啊 福州啊 浦田啊 濟南啊 山東啊 都大淹水 這個時候你就不出來講話 現在影響到了你的帝都啊 大華北地區你才出來刷存在感 北京啊河北啊 天津水患非常嚴重 尤其是郊區的部分 許多房子被淹沒 車輛被沖走 橋墩被沖回 而中共為了確保首都保衛戰 犧牲了河北天津讓他們在暴雨中洩洪 火上加油嘛 欸不對 換中國正能量的說法應該是 井上添花 有些地方啊 給出撤離通告 有些地方啊是沒有給的 那即便是有給撤離洩洪通知書的地方啊 也是在很詭異的時間給 譬如說像8月1號半夜三四點發的通告 然後這個通告就要你們8月1號早上的11點前要撤離 不搞笑 我們正常來說八九點起來 哇你看到通告剩兩三個小時準備還要撤離 加上撤離的時間我的天啊 中共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嘛 尤其這三年 通告跟政策是來得又急又快 特色管理期間也是這樣對不對 完全不給人有反應的時間 當然小粉紅一定會洗地 天災來得又急又快本來就沒有辦法 你要確定 以前的特色管理也是這樣 以前的特色管理也是來得又急又快嗎 即便是這次的颱風 拿台灣來舉例 我們知道颱風要來了 會評估一下水庫的存量 如果這次颱風 來會帶來很誇張的雨量 那台灣的水庫就會先洩洪 我花蓮老家泰魯閣那邊 上游有一個水庫 以前啊 颱風要從花蓮或是宜蘭登陸的話呢 那前幾天 我們泰魯閣那邊的水庫 就會告知下游 告訴下面村的人說要洩洪喔 不要去海邊跟河邊玩喔 對啦 即便他洩洪也不會淹沒到我們家 但是啊中共不一樣 中共有設置所謂的敘治洪區 那這個地方平時就是 正常農村居民生活的範圍 但如果出現了這種 這種災難 中共為了確保 大城市 所以就會放水淹沒這些農村地方 而這次要被犧牲掉被泄洪的大黃寶附近的 青龍河灣啊 他上游就經過北京 所以啊這次可以說是犧牲了天津 犧牲了河北來救援北京 然後呢 小粉紅還繼續愛黨愛國 難怪以前為什麼八國聯軍的時候只打北京 然後大家都 東南互寶 大家都是 拍手叫好 而比較搞笑的是 在中國 你們有國賠這個 說法嗎 因為如果是要泄洪的話 就是國家做的決定 然後這個水都會淹沒到你家 那請問如果你家被水淹了 因為政府洩洪而淹了 請問 你們會不會拿到賠償 你們在中國有聽過國賠這個東西嗎 之前鄭州水災那一次是不是 中共我有看到啦 那個中共有發通知書啦 說賠償農戶啦 好像一頭豬兩塊還是二十塊啦 帶大家先來關心一下 中國大華北地區的境況吧 還蠔 assurance 我們都ulla 完蛋了 內 Hell 家裡宰 NOT 馬上就落頂了 把牆都沖塌了 这墙都冲塌了 这边大冰箱就出来了 北京时间 2023年7月31号了 给你看看 哎呀 要翻前也没这 谈网络 就是上面是谈章色 看看这个村已经没了 看这水多深 那边偷一偷 看完这些影片 大家回想一下 两年前的郑州水灾 地铁被淹 整整五公里的地下车道 几百台的车被淹 当初拖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震撼全世界 全市估计有超过40多万台的泡水车 结果当天 郑州附近的水坝也在泄洪 而且这两年纪日的当天 中共都会阻止人家去摆鲜花 你摆鲜花之后几个小时就全部都给你收走 不准你去 现在还有一堆小粉在洗力说 如果不泄洪那就会溃提 那溃提不就更惨 那你为什么不提早泄洪 你明明就可以提早泄洪 这个两年前我也做过影片 而这一次你也知道 台风这个路径会这样走 一定会去影响到你们那边 对不对 你们中国不是自诩科技大国吗 什么都很厉害啊 在下一盘大旗啊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啊 你们的天气预报跟卫星市场是吃死长大的 重点是什么 你们隐瞒了S的人数 前两年那个郑州的不是也被隐瞒了 不要说郑州啦 这三年的期间 你们隐瞒的这个数字啊 是多少 现在北京啊 光北京一个地方啊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官方认定这一次这么惨的水坝 只有11个人走了 你信吗 上次郑州水灾也是 这么惨 你跟我说 不要说那么远啦 我们就说最近的奇奇哈尔是这个 你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跟家长说小孩子在抢救 11点的时候 跟他说抢救无效 结果 后来你又证实 其实四五点到院前就已经S了 然后呢 家长要看是不是自己小孩的时候 你还要跟他说 你必须先签字同一人你才能看 这是正常操作流程嘛 正常操作流程不是先看 先确认之后 然后再去签 但你签的那个东西上面是什么 而现在很多这个灾区的百姓啊 都透过网路共用文件来通报灾情 重点是什么 即便中国发生了如此的惨况 热搜前几名都是什么 艺人明星啊 谁的演唱会的票卖完啊 李文怎么样啦 李文今天火化啦 花花洗澡 全国人民都知道啦 费翔回忆美国国籍 风神第一部票房破10亿 iPhone 15价格上涨 当然啦 这是中共党支部的操作 不希望大家都把焦点放在灾情上面 因为只要越多人关注 那批评与检讨的声音自然也会越来越多 他们删评论 控评的工作量也会越来越大 但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如此 大部分中国人民还是关心什么 艺人啊 歌手啊 iPhone啊 想到中共跟小伙伴常常说的 台湾同胞啊 两岸一家亲啊 两岸是一家啊 都是同胞 都是中国人 你自己都不觉得讽刺吗 你连自己正式统一在一起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啊 红色呼召的同胞 这么七十几年了 你都漠不关心成这样 你还妄想台湾跟你所谓的统一之后 会有同胞跟友谊还有情谊 你再说笑话吧 影片到这里先来感谢一下本集的赞助商Subshock VPN 前阵子走线去美国 真的感受到一款优质的VPN软件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回到饭店休息想看台湾的 隐具但必须用台湾的IP才能观看 那这个时候啊 只要用Subshock VPN 简单操作就可以实现解除区域限制的网路连线 Subshock VPN在100多个国家 架设超过3200个伺服器 除了我在国外连回台湾 同样的在台湾也可以选择多种国家的IP 去突破连线限制 Subshock双重的加密技术和无追踪政策 更是保障了自己的个人资料和网路足迹不会被收集 除此之外还可以加构Subshock Antivirus 进一步的针对下载的内容做扫除侦测 并且删除恶意软体和其他进阶的威胁 随着科技的进步 更需要专业的Subshock Antivirus 来替大家保障各种储存在电子产品里的个人讯息 只要用我们的优惠码放tv即可享有专属优惠 订购两年办案再送三个月的免费使用 30天内无条件退款 赶紧透过资讯栏的连结来了解下Subshock BPM吧 好我们回归正题 昨天我就看到有人在说 中共把北京门头沟暴雨大量冲走汽车的这个Hatchtag给屏蔽了 有小粉红在洗地 哦我收的时候没有 对不对 这个小粉红玩时间差啦 他在被屏蔽之前截图然后以此证明没有 但是我刚刚上去搜一下8月1号的试点初 确实显示啊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 该话题位于显示 请问汽车被冲走是触犯了什么法律跟政策 汽车被冲走有水患是颠覆国家政权还是寻寻知事 暴雨月集上访分裂国家他在搞台独 贵国在干嘛啦 现在也传出卢沟桥也垮了 那这个卢沟桥啊就是当年所谓揭开日军清华序幕的那个卢沟桥 就是那一座 而圣上的千年大忌雄安京区啊也遭殃了 想也知道一定会遭殃嘛 雄安京区他就是个大烂尾的鬼城 而雄安京区的位置原本就是没什么人住的一个地方 原本就是荒芜嘛 而圣上在那边开发了一座大城市 要知道雄安是华北海拔最低洼的地方啊 有十年久撈之称 从1982年到2018年期间就发生了9次的红撈事件 更别说古代古时候啊好 所以圣上会选在这个地方开大城市 意图减少北京人口的压力 你就是小学生治国嘛 你就只是想要说我要一个漂漂亮亮的东西 我只是要有一个看起来伟大复兴 但其实你里面都是烂掉的 你知道台风这次过去到你们那边已经变热带地气啊 你们都还可以产成这样子 如果是一个墙台直接过去呢 他是没有前面那个福州啊福建帮你挡掉那你怎么办 那以前都有台湾帮你坦的 以前台湾帮你坦即便把台湾帮你坦过去 到了中国所谓的内地去 你们还是很惨啊 对不对 那个影片以前都有看过 你们就是连最基本的下水道工程啊 什么烂尾楼 你们这些都做得非常的非常的差 你们只是想给人家看 哦我有高楼大厦我会很雄伟 我外面光鲜亮丽 你怎么会选一个最长淹水的地方盖雄安心区 你也要先解决水患的问题 因为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就会发生水灾 而并不是说这个地方本来就一直住着人 然后后来慢慢发展成大城市 然后一直会有水灾 不是这样 你要去发展这里 而你知道这里有水灾 那你要去解决 因为你要把北京的人口撑过去 对不对 台湾十几二十年前啊 树林戏子也常常淹大水 但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去住 没办法因为一两百年前的人 就从那边开始住住住住住到那边了 那现在的政府也都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那房价自然上涨 经济发展自然也会比以前好 所以你雄安心区没有解决水患的问题 还往淹水区去花全国人民纳税钱 盖这个烂尾大城市 而且当地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请问怎么吸引北京的人口去住 怎么减缓北京的人口压力 你幼因不够嘛 当然嘛 除非你又学蔡奇那样铁腕的方式 逼迫中低收人口 搬迁雄安心区 我相信你做得出来啦 十几年前你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蔡奇 他就干了所谓的清理地端人口计划 还在北京大通天执行 现在这个人也正是你的政治局七常委心腹之一 所以咯 小粉你要好好享受 圣上带来的美妙一见三连 好那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切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小见了 拜